一開始寫的是什麼呢 寫的是被公刑的那位 我們最偉大的歷史人物 歷史家 史家 就寫史記的這個誰啊 司馬遷 他先講司馬遷 你看 司馬遷可以年到今天 他那本書我沒有看 是最近出的嗎 最近出 出了半年了 那我沒看 所以我很多書有看 這兩天收到那個蘭璇給我的書 他昨天晚上辦活動 我當然不去了 不能去了 這個他寫這個 他五十歲 他的一些感想 然後我就LINE給他 我說我希望我能夠等到你六十歲的時候 再寫一本 那一本我還看得到 絕對的 蘭璇你知道也是我們府人的小學妹 她是我們府人的小學妹 她是府人的大眾傳播 我是府人畢業的 她也是府人畢業的 真的啊 我們都是府人的畢業 難怪 我希望府人怎麼這麼多才子才女 對 沒錯 好 我們就回到這個 所以這個 一個就是需要工作一個學習 剛剛講的很重要你要朋友 你有朋友才會快樂 沒錯 我再回頭了 再回頭 有一天我要謝我這個朋友的底 有一個基金會 他要請這個葉金傳先生 我的老朋友去演講 那都是中高齡的人 講怎麼樣健康 那我經常跟他抬抗 我說我今天一定正經八百地介紹 因為他說我是主持人 他就講運動啊 運動以後多巴胺啊 能夠愉悅啊 然後爬生的時候很辛苦啊 到了聖頂就怎麼愉快啊 飲食怎麼樣啊 講了半天 我越聽啊 我就越不高興 我說啊 哎 金傳老弟啊 你今天演講 漏了好多東西 我說什麼 我說第一個問你 一個人呢 健康快樂 除了飲食運動以外 有兩個東西最重要 你今天都沒講 我說第一個 你Google一下 哈佛大學的一個 四代三代 我忘了喔 只要我錯了的話 不是三代四代的 研究計畫主持人 就是說我主持這個計畫 我就給他了 我說我不行了 再換下一代 是一個75年的一個追蹤研究 哈佛大學的研究 非常有名 你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得到 他是把這個哈佛大學 一年級學生 跟波士頓 當地的這個 同學年齡層的 這個去抽樣 去追蹤他們 哪些人是快樂幸福 哪些人是 不快樂不幸福 就發現了 飲食當然很重要 運動很重要 遺傳很重要 最重要是什麼 他的Social Interaction 就是說他的社會的互動 對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 對 很多的社會支持 嗯 就是會互相扶持的朋友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曹姐 你今天到了法國 巴黎去羅浮宮 結果呢 所有的錢都被趴走了 我相信你打三個電話 叫人家匯一萬美金給你 如果你做不到 你今天就可以跳樓 你有很多朋友嘛 你有很多support嘛 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 你要去找一百塊錢 對不對 是不是 一元錢 給幹掉一個好漢 因為你有很多朋友 對 你剛剛講的這個真的很好玩 我真的有發這個事情 發生在我朋友身上 那個時候他接到一個E-mail 說我在菲律賓 然後被搶了 是我寫信 我說趕快要匯 什麼五十萬什麼過去 他就一看 他心頭嚇了一跳 咦 怎麼派被搶 後來他想 他說五十萬派會沒有嗎 他就說 那就沒有關係 所以後來 他後來跟我這些 是真的 他是在被搶 沒有 他是說我被搶 你被搶 那是騙他 那是騙他的嘛 用我這個朋友在台灣 那確定一下就好 收到說我被搶 那後來我回到台灣之後 那個他我們見了面 他就說我接到一個E-mail 我說現在很多那種E-mail 是騙人的 然後要你去為錢去 那時候應該通過電話 確認就好 對 不過有的人真的 有的人是在國外 這個 這個 被搶 你有經驗嗎 有 有意思啊 還是一個 我講一個 是國泰集團的一個高階主管 是 日本應該最安全嘛 對不對 我們一團 一進 可是國籍的趴手 就把他的 所有的錢都趴光 整個袋子就是 過關 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日本是很安全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很簡單 他就說 我第一次去酒家 而且是日本的酒家 我台灣酒家 現在不能去了 所以你帶我去 我不肯去 有酒家 有酒家嗎 有酒家在那邊 對他這樣 他說啊 心裡就很不爽 這個 怎麼這麼倒楣啊 不行 我這個 一定要 叫這個 台北這邊 送 一百萬日幣來 然後我們今天晚上 好好的吃喝 吃喝喝喝 你懂什麼 很快的 日本那邊 就安排一個 什麼銀行 就送一百萬日幣 銀行 對不對 那個卡也沒有了 所以只用cash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再講 我從美國回來 後來又有機會 到紐約出差 你第一次上酒家 我可以撿進去嗎 可以 可以撿進去 在日本啊 不再做麻煩 OK我特別講 在日本 那時候我不是官員 是大學教授 大學教授 所以就帶我去日本酒家 第一次去 這個 我坐了地鐵 後來這個 紐約的自然質素 非常不好 後來一些黑人啊 就跑出來 叫什麼 ANGEL 就是把這些 這個自然弄好了 不過那時候自然不好 所以我拿了我的包包 我是非常的緊張 我看到那些人啊 都怪怪的 你知道 你知道那時候坐地鐵 都是比較 比較 一般的人 也不好講說 比較低階層的人 或怎麼樣啊 就這樣 我很緊張 我的包包 非常緊張 我現在回想起來 這個 在國外 做了很多的研究 假如你的 附近的人 這個社區 為什麼 這個美國 不同的社區 那個價位差很多 你放在旁邊沒有用 對 要好的社區 location 如果 你認為你的鄰居 不會 這個 一直想要佔你便宜的 那個地方的人 死亡率就比較低 而且生病 這個 各種問題就比較少 而且 活得比較慘 為什麼 那天我就想到 我那樣的緊張底下 我的腎上腺素 不是很高的水準的在敷泌 當醫生的就是不一樣 就是我不是醫生 我是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 身體學什麼 病理學都學過了 對 你就很緊張 你就一直害怕 嗯 那你看 這個雖然我們有症結時間 我們做結恩的人 做在幹嘛 划處機 對 練習輕鬆 你這樣大概 很少有機會會有人 現在怕手都很少 對不對 因為不用爬嘛 用騙的就好 對 比較快 比較快 對 你就覺得很安全 在有些地方 你現在到巴黎去玩 你也不安全 巴黎常常有那個 你就很擔心 所以你就不擔心 所以你就在很平和底下 你當然活得健康活得好 對 所以朋友很重要 一個好的安全環境很重要 你想幹嘛 如果我去坐高鐵 我還有苗燕 我的包包放在上面 還沒容易 因為這個 裡面沒有什麼錢 但是我信用卡 我的身份證據家 可以去借錢 對不對 這樣 如果我是跟朋友 一起租個遊覽車的話 那我動不動就亂丟啊 對不對 因為我這些都是好朋友 絕對不會有一個 這個賺我便宜 對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每個國家都講說 那我們台灣曾經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幾個國家之一 對 這是最重要 我們雖然有很多的內鬥啊 政治上的這種紛爭啊 到底哪個太陽要被射下來 哪麻將誰要 誰是相公 誰是相公啊 哪個太陽要被射到 那倒是 哪個太陽要被射到 哪個太陽要被射到